这个男人在墙里发现了一堆钱 队友们看到后全部都嗨起来了 他们开始拆墙 一面 两面 三面 原来这整栋房子都是一个保险柜 里面藏了数十亿的钞票 他们疯狂地往袋子里装 到了撤离时间后 阿本还不肯走 他说距离卫兵回来还有几分钟 队友们有点犹豫 可还是多装了两趟 殊不知 他们很快会为这些财富付出惨烈代价 时间回到几天前 老贾是哥伦比亚警局的一名私人军事顾问 这天在突袭一个毒枭据点后 他得知毒枭大佬在丛林深处 建有一个装满钞票的保险屋 可由于局内黑警太多 他没办法带领小队突袭 于是他找到自己前三角洲部队的战友 打算擅自组队进行围剿 一开始大伙都不愿意 这退休生活过得好好的 干嘛非得把脑袋往枪口送呢 这时老贾提出一个大胆想法 既然当地警局靠不住 他们不如直接杀了毒枭 把几千万的赃款据为己有 阿本一听有点心动 因为自从退伍后 他的生活一直很窘迫 如果这票干好了 自己的家人就不用省之俭用了 他转头表示同意 而别的伙计看到阿本加入 也纷纷跟随脚步 于是一行人凑齐队伍 准备好武器 抵达南美后 他们在毒消防屋周围踩好点 在线人的帮助下 他们找准时机 在防守最薄弱的时刻 闯进屋内 他们三下午除二放倒所有守卫 紧接着就发现钱藏在墙里 他们两眼冒光 开始往袋子里猛装Money 很快被金钱冲昏头脑的阿本丧失时间感 他拿到的钱远远超出几千万 可还是不肯停手 这时第一批卫兵赶到 急着撤离的伙伴迅速下楼 与卫兵展开枪战 一阵战术突突之后 毒消被当场爆头 但一名伙伴也被击上腹部 阿本意识到事态严重 终于决定带大家撤离 他们炸毁房屋 清除现场证据 撤离路上他们遇到毒消家人 他们强装镇定 若无其事的开车离开 这会儿退伍老兵 刚在毒消家抢了两亿美金 赶到机场后 由于钞票太重 他们必须丢掉一些 不然直升机会有负重风险 阿本不忍心 他坚持想试一下 甚至动起了抛下线人 以换取负重量的歪脑筋 老贾及时制止他 阿本这才作罢 可非到中途 老贾按约定把线人 放到秘鲁边境时 阿本又不放心了 他不断地询问线人 是否知道他们真实身份 线人连连摇头 可阿本还是一脸狐疑 在老贾的劝说下 阿本最后放过线人 回到机舱 他一脸不满 认为干掉线人 才是最保险的做法 大伙都很无语 很明显 阿本为了能带钱逃离 已经越来越失去原则了 几小时候 直升机飞到一座巨大山脉前 随着高度增加 负重量也逐渐减小 直升机摇晃起来 阿本被逼无奈 同意队友丢下几袋钱 可这时直升机 砰的一声 冒起黑烟 他急速下坠 飞行员拼命操作 还让队友卸掉下方所有钱袋 可由于齿轮箱已坏 直升机还是狠狠地 迫降到一处种植田 从机舱逃出后 大家发现村民们 正对掉下来的钱袋 蠢蠢欲动 阿本和老贾上前制止 但由于对方种植的是可卡因 他们误以为老贾等人 是缉毒局特工 双方矛盾迅速激化 一个农民拔刀威胁 阿本条件反射的拔枪开火 头都大了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他找到村长 分了一部分钱给他们和解 然后还买下村民的骡子 作为运钱去边境的工具 这伙老兵为了一笔不易之财 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因为山路陡峭 一名队友不慎让一匹骡子掉下山崖 看着白花花的钞票在空中飞散开来 大伙都心疼不已 在爬到一座石山后 他们开始用绳索把钱带往山顶运 可到了晚上 由于无法搬完所有钱 一行人干脆通过烧钱来取暖 大家一边调侃一边反思这次行动的不利 隔天他们继续艰难的搬前 突然枪声传来 有人在山脊向他们开火 阿本指挥大家站好位置 表示自己原地吸引火力 让老甲等人从侧面包抄枪手 一时间子弹在山脊乱飞 双方都在矩石间切换战术位置 忽然阿本发现对方一名枪手 他一枪击毙 可这时一个人影从阿本上方出现 然后 侧边的老甲一枪击毙枪手 他和队友迅速赶过去 但阿本已经没了呼吸 老甲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没想到自己开展的这次行动 竟然会让好友送命 这时两名队友互相指责起来 说是昨晚先烧钱的人 暴露了大家位置 两人扭打起来 老甲见状连忙拉停他们 他指出 那两名枪手正是从村子里来 复仇的受害者家属 他们一定追踪队伍好几天了 现在事已至此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带回阿本尸体 把钱交给阿本家人 下山的路越来越难走 因为天气逐渐寒冷和人手的缺乏 老甲队伍已经走不动了 此时 他们已经比预定撤离时间晚了五天 一名队友自行去前方探路 看看边境海岸的接驳船是否还在 回来后他表示 碰头人和船虽然还在 但周围小镇不满毒箱手下 他们不可能带这么多钱突破 几名队友认为应当放弃金钱撤离 老甲第一个不同意 他认为阿本已经为这笔钱牺牲了 他们必须把他带回去 一名队友指出 阿本就是因为这笔钱才死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 死的人只会更多 老甲没办法 他心里知道队友说的是对的 于是他们只好忍痛 将两亿美元丢剩五百万 接着继续前进 夜晚老甲等人偷摸到海边的小镇上 忽然间他们被毒箱手下撞个正着 但由于对方只是青少年 老甲制止了想杀人的队友 只是制服对方后便溜了 他指出 现在开始他们不能再乱杀人 可这时 听到动静的毒箱大部队赶了过来 双方在田野间展开飙车枪战 他们从夜晚打到凌晨 终于海岸和船在前方出现 他们奋力甩开后面追兵 接着赶紧上船离开了南美 事后老甲等人带着剩余的五百万找到律师 因为心怀愧疚 他们把这笔钱全给了阿本家人 最后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 一名队友跟老甲拥抱后 给了他一张经纬度坐标 那里是他们藏钱的山谷 他表示 如果以后真的还有机会的话 他希望能用这笔钱做些好事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三方国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